被网友称为金正伟的金灿荣教授在一档视频节目中说 到2024年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将拥有超过400架歼20战斗机 配备沃扇15发动机的歼20B性能 将超越美国FR和F35肥电战机 届时亚洲的天空都是中国的 事实上对于迄今为止 解放军究竟列装了多少架歼20战斗机 外界一直各有说法 在去年珠海航展上 歼20首次进行近距离静态展示 当时有外国防务专家 根据战机上的座舱编号 推测解放军列装的歼20达到200架 港媒则从生产线判断 歼20的年生产量约60架 还是在去年9月底 我国空军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歼20已经全部列装解放军五大战区 有外媒据此推测 除了早期生产的原型机外 解放军可以投入作战的歼20 大约有150架 出于军事上保密的考虑 中国军方并未对外正式公开 歼20的装备数量 关于歼20具体的入列规模 网友包括国外军事网站所列出的数据 其实也都是猜测的 对于关注中国空军装备动态的军事爱好者而言 仍然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灿荣教授是中美关系的学者和专家 某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他所处的位置所能掌握的相关资料 肯定要比国内的网友和军迷要具体和知道的多 而且他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层级要高许多 也因此金正伟所说到今年底时 中国空军将拥有超过400架歼20战斗机 恐怕就不是空穴来风 小编是宁肯信其有 对于军迷来说 此信息真是太给力了 歼20战机最初使用的是俄罗斯生产的AL-31发动机 原厂出产时的工作寿命在900个小时左右 一台售价就高达500万美元 长期采购这款发动机花费太高 也不利于我国航发产业的发展 此外 AL-31系列发动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苏-30、苏-35、苏-34、苏-57等俄制战机 使用的都是这一发动机 但俄罗斯发动机厂商的产能是有限的 每年能够出产的AL-31系列发动机 大部分都要供给本国战机厂商能够提供给我国的数量十分有限 2016年时我国曾与俄方签订了采购100台AL-31发动机的合同 俄方当时给出的交付完成时间长达三年 而这无疑会影响到歼20的整体生产速度 进而影响到产量 还有一点便是发动机寿命到期 不代表战斗机寿命到期 换装发动机是各国空军中的常见操作 如果再加上换装需要的发动机 俄罗斯方面根本无法保证供应量 因此 我国在歼20试飞时就拿出了安装AL-31和沃扇10的两个版本 准备在沃扇时改进到可以替代AL-31后 立刻全面换装 据外媒报道 近期互联网曝光了一架歼20黄皮机试飞的画面 该机采用的发动机和此前出现歼20的发动机 有着很大的区别 不但颜色黑了很多 而且机身和发动机连接处的锯齿也小了不少 呈现出一种又黑又细的状态 有分析认为 这正是歼20战斗机搭配的满配版国产沃扇15发动机 歼20和沃扇15发动机的组合 将让其具备完全体的作战能力 从外形看 这款发动机呈现如此深的颜色 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涂层 一般情况下 发动机的喷口收敛片 会采用氧化椅部分稳定氧化号热胀涂层 这是一种特殊的陶瓷材料 整体呈现一种灰蓝色 这也是大部分航空发动机的颜色 我们知道歼20战斗机已经服役多年 并进行了一系列升级 虽然早在2017年官方媒体就已经确认 歼20用上了国产发动机 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款发动机是沃扇石改进型 和美国F22以及F35相比 发动机仍然是歼20战斗机的弱项 单看矢量推进能力 F22使用的F119PW-100发动机 具备二纹矢量推进能力 而苏57使用的AL-41F1-117S 具备前向矢量推进能力 而歼20使用的发动机 在动力方面也和前二者有不小差距 而F119发动机还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现在已经有了推力更大的F135发动机 甚至变循环喷气发动机 俄军的AL-41也并非其最先进发动机 推力更大的发动机已在研发中 歼20在动力层面似乎被越拉越开 众所周知 战斗机的发动机需要具备强大的推力 一般都会采用提高增压比和寒倒比的方式 但战斗机的发动机舱位置有限 无法使用大寒倒比发动机 因此只能提高增压比 而提高增压比的方式就是提高燃烧室的温度 但提高燃烧室温度需要对燃烧室内结构强度 材料性能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然而传统的涂层材料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时 高温相变会造成隔热性能下降的情况 甚至会造成涂层提前脱落 影响发动机性能 甚至造成危险 而通过查询论文可以发现 我国已经在研发稀土新型材料 作为发动机的热胀涂层材料 这种材料可耐16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隔热能力100到500摄氏度 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还在研发新型的纤维掺杂改性热胀涂层 进一步提升材料的低断裂韧性 和低结合强度等问题 有了这些新技术的加持 沃扇15发动机 可以获得更高的燃烧室温度 并获得更高的增压比 从而获得更大的推力 尽管目前官方并未公开握扇15的数据 但考虑到采用新型热胀涂层材料 可以让燃烧室温度提升30%到40% 这意味着发动机的推力也会相应提升 当然增压比的提升和燃烧室温度提升 并不呈现完全的线性关联 并不意味着燃烧室温度提升30% 就能让发动机的推力提升相应比例 但使用新型发动机的歼20战机 在动力层面显然不会再度落后 除了发动机的全面换装 航电的升级同样至关重要 这是因为歼20首次以战斗姿态公开亮相 是在2017年 而2017年到现在的7年时间里 我国周边的空中情况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在2017年时 全球只有中美等少数国家正式装备了5代机 在东亚方向上 驻日、驻韩美军只有数架F35 日本空中自卫队的第一架F35A刚刚交付 还没飞到本土正式进入部署阶段 韩国空军尚未装备5代机 我国周边的5代机数量其实不多 但现在情况已截然不同 日本首批订购的42架F35A正在交付之中 自卫队手中已经有了至少一个中队的F35 日本政府还在2020年时追加订购了105架新的F35 如果这些F35全部到货 日本将成为除美国外 全球最大的F35战机使用国 且日本还有F35的组装厂 韩国空军也接收了其首批订购的全部的40架F35 并正在考虑追加订购20架 作为美国在亚太的半个盟友 新加坡也在换装F35 驻日驻韩美军中的F35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在西太平洋方向上爆发空战 必然是一场5代机之间的直接较量 在此情况下 不断提升主力5代机性能变成了重中之重 而在同为隐形战机 发动机性能也很难拉不开太大差距的情况下 航电更先进的一方 自然占据优势 此外 随着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越发广泛 有人战机指挥无人战机 二者组成集群配合作战的概念也被提出 美国弄出了中程辽机计划 我国也在珠海航展上 展出了配合5代机作战的FH97A型无人机 因此 歼20在未来还有可能承担起 率领无人机作战的任务 这同样需要先进航电系统的配合 总体而言 从歼20这两项重大改动中可以看出 我国对于这款国产隐形战机 给予了厚望 在一系列升级之后 歼20将加速替代歼11等战机 承担起主要的作战任务 在未来我们有可能看到换装中国新的歼20 率领大批FH97翱翔在蓝天之中 距离于千里之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